第163章 被抛弃的王妃 许其安取出准备好的密信 放在桌上 苏苏迫不及待地展开 反复阅读数遍 她眼里的泪光似乎愈发浓郁 但怎么都落不下来 泪光是一种强烈的感情 色彩却不是真实的 鬼怎么会哭呢 对呀 他连为家人哭泣的都做不到 我 我父亲怎么会惹上这么多敌人 这 这不合理 苏苏哀气道 苏家的案子 非同寻常 李妙珍拍了拍指人女仆的肩膀 宽慰道 我们来京城 查你家的案子是目的之一 放心 我会替你查清楚当年那件案子的 许其安拱了拱手 那就有劳非夜女侠了 静候佳音 李妙珍立刻扭过头来 粉面带衬 狠狠瞪她一眼 她当然只是随口说说的 给苏苏骨气 这种事哪能指靠她吗 肯定要许其安来主导的呀 这人就是看不得她出风头 有劳许淫 许公子了 李妙珍撇撇嘴 本就是答应过你们的 只是吧 许其安露出为难之色 道 我原以为是一桩小案子 顺手而为的事 但 但没想到牵扯这么深啊 况且 我现在已经不是银罗 查案处处受阻 恐怕 苏苏脸色微变 你想反悔 许其安摇摇头 沉声道 不 得加年线 钟离和李妙珍 一时没反应过来 但苏苏听懂了 羞涩地低下头 牺牲道 多 多久 许其安排官子道 以后再说吧 她没想到 苏苏真的答应了 方才不过是口嗨一下 逗一逗美艳女鬼 正说着 院子里传来门房老张 略带仓皇的喊声 大郎 大郎 官府的人来了 李妙珍闻声 眉毛一拧 抓起桌上的飞剑 便推门出去 许其安随他出门 恰好看见一群人马 强势进入府中 为首的是 穿进军统领铠甲的 中年男人 他身后跟着 十几名披肩直锐的甲士 此外 还有几名打耕人陪同 银罗李玉春 铜罗宋廷峰和朱广孝 原本气势汹汹的 进军统领 目光锐利地在内院一扫 四天剑的楚彩薇 钟离 天人两宗的李妙珍 和楚元枕 他的目光 悄悄柔和了几分 许其安和李玉春三人 眼神略有触碰 便挪开 没做过多的交流 那位进军统领 单手按住刀柄 扬声道 许其安 奉陛下旨 前来问询王妃被劫一事 请你配合 远景帝对王妃很上心啊 尽管在这个敏感的时刻 他也依旧派人来调查我 这足以说明他对王妃很重视 要好好应对 不然很可能打破现在的和平 如果让远景帝知道我私藏王妃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许其安无声汗手 语气平静 将军想问什么 进军统领陈声道 劳烦许公子 召集府上所有人 另外 此地不是说话之处 进堂一续 许其安当即让门房老张 召集府上仆人 而他则带着进军统领和李玉春 以及宋廷风 朱广孝 进了内厅 因为仆人都被召集在了大远 因此无人奉茶 许其安坐在主位 面无表情地看着进军统领 这是什么态度 简直狂妄 进军统领看了他一眼 也板着脸 道 王妃被劫的经过 陛下已经听使团提及 但仍有一些细节未知 请许公子如实相告 见许其安点头 进军统领继续说道 根据送回淮王府的婢女描述 在王妃被掳后 许公子追上了蛮族的四位首领 可有此事 许其安如实回答 是的 进军统领追问道 后来呢 后来自然是逃走了 难道将军认为 我一个六品武夫 能力敌四位四品强者 纵使我有儒家赐予的魔法书 也做不到 对吧 许其安以反问的语气说道 对此 进军统领并未反驳 算是默认了 但他并没有完全相信 瞇着眼 追问道 既然知道自己不是对手 许大人为何要追上去 许其安面色如常 我当时也不知道 还有一位四品强者 守住待兔 之所以追上去 不过是 进一进为人臣子的本分 看有没有机会就回王妃 见事不可为 自然便罢首了 进臣子本分 整个朝廷 就你最不当人子 进军统领沉默几秒 忽然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似乎从未有人告诉过 你王妃还活着吧 根据婢女描述 当时王妃已经死于 蛇妖红铃之手 许大人是怎么知道 王妃还活着的 许其安抵达时 假王妃已经身亡 使团汇报王妃被掳走 去向不明 那是因为他们 没有见到这一幕 而许其安 当时明明见到这一幕 按理说 在他的认识里 王妃已经死了 现在 许其安对王妃 为死之事毫不惊讶 这说明什么 面对进军统领的质问 许其安同样露出 意味深长的笑容 似乎从未有人告诉过你 我不知道那是假王妃吧 进军统领眉头一皱 许其安自信十足地笑了笑 当时楚向龙抛弃使团 独自逃亡 他不但背负着王妃 同时还让侍卫背负婢女 一起逃命 哈哈 楚向龙可不是大善人 如果这样 我还看不出真王妃 混在婢女里 那我大奉第一审补的名头 岂不是浪得虚名 进军统领愣住了 他无力反驳许其安的话 甚至觉得 就该是这样 如果假王妃能瞒住许其安 那他就不是传奇审补 这时一位进军走到内厅门口 公声道 统领已经检查完毕 进军统领当即起身 道 告辞 他也没看李玉春三人 静止带人离去 内厅里 只剩下曾经的同僚 往日里感情深厚的四人 一时间却找不到话题 彼此沉默着 过了许久 李玉春起身 许其安连忙跟着起身 春哥走到他面前 审视了一下 伸手替他抚平胸口的褶子 淡淡道 衣服有褶子 就显得不够体面 这些小事你自己要记得处理 说完 他低声道 做得很好 我依你而骄傲 头 许其安眼眶发热 李玉春摆摆手 看向宋亭峰和朱广孝 宁燕 你尽早离京吧 宋亭峰张开双臂 与他拥抱 在耳边低声说 陛下不会放过你的 朱广孝闷声道 离开京城 便不要再回来了 我们兄弟仨 也许在没有相见之日 不过挺好 总比没命强 许其安咧嘴 笑道 暂时还不会走 以后有空勾兰听曲 我请客 他送三人走出内厅 刚行至门口 便看见钟离贴着墙 小心翼翼地挪过来 一路上左顾右盼 预防着可能存在的危险 然后 他就和李玉春 大眼瞪小眼 打了个照面 许其安清晰地看见 春歌后颈 凸起一层鸡皮疙瘩 而后 像是遇到了可怕的事物 本能地后跳 同时飞起一脚 砰 钟离被踹飞出去 咕噜噜滚到远处 李玉春张了张嘴 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 不敢去看钟离 掩面而走 许其安飞奔过去 把钟师姐搀扶起来 她带着哭腔 委屈地问 她为什么打我 许其安也张了张嘴 一时竟不知道该如何作答 联系地摸了摸她头 她这人有毛病 以后见着了 躲着她走 进军统领带着下属离开许府 起码奔出一段路 这才减缓速度 问道 许府情况如何 下属回答道 近来没有新入府的仆人 也没有易容桥庄的痕迹 每个人的身份都问清楚了 回头可以找府衙 长乐县衙的户籍核对身份 另外 我们简单搜查了一遍许府 没有发现来历不明的女子 看来她确实与王妃毫无瓜葛 进军统领汉首 吩咐道 这段时间 派人盯着许府 注意每一个出入府中的人 如果有新入府的下人 立刻汇报 下属点头应试 而后问道 许其安需要派人盯着吗 进军统领美好气道 你盯得了一个六平五夫 回宫后 进军统领把事情如实汇报 远景帝没有回应 既没继续追查的吩咐 也没说就此作罢 午后的阳光 透着微微的燥热 绿叶在烈烈的光辉中 透出七彩斑斓的光韵 审慎决定要给大家做酸梅汤喝 获得许玲音 丽娜 楚彩薇一致好评 许其安推开二郎书房的门 许二郎正与楚元枕对弈 一边喝酒一边对异 一边谈天说地 赌赌 许白嫖敲了两下桌面 引来两人的注意 陈寅说道 二郎 我记得有一种官职 是记录皇帝宫廷内的一言一行 事无大小 都要记录 楚元枕笑道 是起居郎 许其安立刻点头 对对对 就是起居郎 嗯 是汉林院的对吧 许二郎抬了抬下巴 汉首道 汉林院负责修传史书 而起居住是修史的重要依据之一 自然是我汉林院的亲贵 来担任起居郎 许其安追问道 你能接触到吗 许二郎略有犹豫 点点头 有些困难 但可以 许其安小声道 我要远景地登基以来 所有的起居住 许二郎一口拒绝 荒谬 起居住带不出来 再者 也无法堂皇之的抄路 许其安摇头 没让人抄路 更没让你带出来 用你脑子记下来 然后背诵给我 八品修身境 早就过目不忘了吧 许二郎脸一白 那也很累的 起居住篇幅过长 许其安拍了拍 小老弟的肩膀 你不是和王家小姐 没来演去吗 大哥过阵子 教你一招绝学 江户四十八手 次日 许其安骑着心爱的小母马 来到一家酒楼 要了一个包间后 点好酒菜 慢慢等待 一刻钟不到 刑部陈总捕头和大理四成 先后赴约而来 两人穿着便服 鬼祟得很 似乎怕人认出来 做了简单的一容 许大人现在是竞技人物 与你私底下相会 得小心为上 大理四成脸上挂着老油条的笑容 悠然地吃菜喝酒 陈总捕头脸色严肃 开门见山 找我们合适 许其安给两人倒酒 笑道 劳烦二位一件事 我想查一起陈年就案 市主名叫苏杭 贞得二十九年的近事 远景十四年 不知因何原因 被扁江州担任知府 四年 因受贿贪污问战 此人曾经是诸公之一 身份不低 刑部和大理四 想必会有他的卷宗 我想看一看 大理四成皱了皱眉 未曾听说此人 许大人为何突然查一起 二十多年前的就案 许其安随口解释 实不相瞒 这苏行长女 是我小妾 说完这句话 他看见陈补头和大理四成 脸色猛的一遍 大理四成咽了咽口水 远景十四年死的人 他 他长女是你小妾 陈补头没有说话 但看许其安的眼神 仿佛在说 你好这口 呃 苏苏的真实年纪 确实能做我娘了 许其安反应过来 不慎在意地笑道 开个玩笑 其实是他长女的女儿 是我小妾 当年因为意外 那位长女恰好不在家中 故而逃过一劫 大理四成点点头 此事倒也好办 三日后 同样的时间 再次碰头 我把卷宗给你带来 但你不能带走 看完 我便带回去 陈补头道 我也一样 许其安松了口气 多谢二位 说着 取出两张面值100两的银票 大理四成没接 自嘲道 我刚说过 郑大人换回了我的良心 你莫要再污了我 吃你一顿酒席 就算是报酬了 陈补头 我也一样 您是张义德吗 许其安心里吐槽 举起酒杯 微笑示意 酒足饭饱 他跨在小母马背上 随着起起伏伏的节奏 往崖行而去 还有一位大美人 等着他安置呢 午膳过后 王妃闷闷不乐地 回到客栈 坐在梳妆台前 一言不发 他怀疑自己被抛弃了 天宗圣女一走 便是四天 杳无音讯 而那个臭男人 好像把他忘得 一干二净似的 再也没来找过他 银子倒是还有 够他在这家客栈 住一寻 只是他心里 没了依靠 便再也找不到安全感 尤其今日吃过早膳 王妃伪装成寻常妇人 屁颠颠的一个人 在城里逛啊逛 逛到戏楼去了 戏楼老有意思了 又热闹 又有好戏看 他掏了五个铜板 进去看一场戏 戏里 讲的是一个 出身富贵人家的千金 爱上一位穷酸秀才 但由于门不当户不对 家里不同意 于是两人私奔 最开始的生活 是甜蜜且幸福的 书生为功名苦读 富家千金学着做绣工 束手调耕 小日子清贫 但还过得去 可是渐渐的 随着富家千金 带来的银子花丸 书生又只知道读书 生活变得捉襟见肘 于是 富家小姐就被书生抛弃了 赶出了家门 她一个人 七楚地走在街上 最后选择投河自尽 看到尾声 王妃眼泪哗啦啦地流下来 觉得自己就是那个 可怜的富家千金 被人花言巧语地 骗出家门 而后惨遭抛弃 许其安这个挨千刀的 肯定把我给忘了 嫌我是累赘 王妃坐在梳妆台前 默默捶泪 就在这时 客房的门被敲响 以前我给你转过 所以我 chairman 会让你与着 脸 雷 从 啊 我 你 大 不